突尼斯的植物荷花主要分布在沿海平原和山区 受到地中海气候的影响 气候温和湿润 是以植被的生长 以下是一些突尼斯常见的植物荷花 一、棕榈树 棕榈树在突尼斯是非常常见的树种 特别是在南部的沙漠地区 棕榈树是突尼斯人的象征之一 被广泛用于当地的建筑 手工艺品和食物中 二、沙漠玫瑰 沙漠玫瑰是一种野生的植物 生长在突尼斯南部的沙漠地区 这种植物有着美丽的粉红色花朵 通常在春季开放 三、橄榄树 橄榄树是突尼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被广泛用于制作橄榄油和当地的美食 四、杨甘菊 杨甘菊在突尼斯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农作物 被广泛用于制作果汁和其他食品 五、华丽的郁金香 突尼斯是郁金香的主要产地之一 这种花在突尼斯的春季盛开 成为了当地非常美丽的风景 此外 在突尼斯还有许多其他的植物和花 如金鱼草、紫罗兰、红掌等 这些植物和花丢为突尼斯的自然和文化景观 增添了一份独特的魅力 文化